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中共极简医院收治病患 中共军方2号宣布 从全军各医疗单位抽足 1400名医护人员 陆续进驻武汉或深山医院 参与武汉肺炎治疗救治 有内部画面传出 这些病房的窗户 除了加装的铁栏杆 门还可以从外面上锁 刚施工完的味道非常重 隔天病人就要入住 中国网友对该医院似乎心存疑虑 有网友留言表示 让感染的中共领导和党员 身先士足住进去 领导先住 如果能活着出来 再让百姓住 这是把人关起来统一送死 有些病患虽然到了医院 医院却不收治 医院收治了又得不到 应有的医疗协助 你们都开一行 航空医院的 就这样 打了那么多天真 就是不收到职员 也不收到治疗 就这样死了 就这样死了 你们要开个单子 大家不愿开 其他人的单子 人家要死了 你们要开 真的你的养金瓶子 武汉疫情严重的程度远超官方报道 有感染者对大纪元表示 他双肺已经感染 但各大医院至今不给确诊 而且在武汉像他这样的人远超十万 对此中共官方专家李兰娟也坦言 率团前往武汉支援时 发现武汉目前的检测试剂数量不够 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检测是否确诊 这意味着武汉疫情恐比账面上数字 还要更为严重 新台人电视张力报道